再带你看到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 近期在考察医疗失业废弃物处理方式时 特地来到凤林荣民医院 实地了解花莲县目前医疗废弃物的运送 以及焚化的过程 期盼能为花莲医疗废弃物的最终处理方式 能够有更明确的了解之后 给予妥善的协助 花莲县医疗废弃物三十几年来 是经由花莲县医师工会 与凤林荣民医院合作 为有效妥善地解决 花莲县境内的各医疗单位 所产生的废弃物 由花莲县医师工会 以及合格的医疗机构成立 并取得焚化经营许可 共同清除及处理医疗废弃物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 希望借由考察的行程 能够更了解医疗废弃物的去化过程 以妥善地保护花莲县的环境 那我想今天就是我们保安小组 然后每个议员都很关心 花莲的环境的医疗 那特别部门院议员 对于这个医疗废弃物的文化设备 然后你特别的关心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 这个共同医医院 然后来了解一下 目前花莲的这个医疗废弃物 它的这个收集的过程 运送的过程 以及文化的过程 然后希望我们会有点了解 那我们如果未来我们议会能够帮更多的忙 那我们想一下都会非常的乐意 花莲县医师公会理事长并指出 医师公会身负重任 必须处理花莲地区的医疗废弃物 责任相当重大 也希望焚化炉的安全 能够让花莲乡亲能够更安心 那我们医师公会 有这个使命处理这个我们花莲地区的医疗废弃物 实在责任重大 那我们当然工会也有这个共同清除处理委员会 我们都很其实我们都很用心在这一块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这个炉子能够烧月球也好 然后最主要就是要让它安全 然后能够让这些被弃物 不要影响到这个我们的县民 而且要做到让这个县民能够安心 在民国八十年 有五个单位所成立的共同处理管理委员会 于九十二年取得共同清运 及共同处理许可证 自一百零七年办理展研资金 并陆续取得污水处理防治许可证 甲级废弃物清除许可证 废弃物处理余量许可证等 保安小组在参观焚化场后也期许 医师公会能够妥善处理相关医疗废弃物的焚化及清运 让县民能够更安心 记者林杰 凤林郑 采访报道